20理论系列,你拔起的粉刺,多数不是黑头粉刺,是皮脂管司,但那又如何? 对于粉刺或黑头粉刺,若你也曾在网路上仔细搜寻过相关资料,你肯定会碰见皮脂管司这个名词,并且通常会告诉你它跟黑头粉刺不一样,清除皮脂管司,只是治标不治本。 但是,皮脂管司,严格来说,并非学界,研究使用,的标准字词,术语,在PopMap上搜寻皮脂管司,一词,会找不到结果。 透过Google学术搜寻,结果也很少,只出现二十几项。 并且探索Google的搜寻趋势,可以发现直到2009、2010年才开始有所增长,主要先流行于美容健身相关论坛的po文中,可以找到的明确皮脂管司介绍,原自一篇1976年的德国论文描述。 皮脂管司,呈白色至黄色的圆柱形管状,由死亡的角质细胞、细菌、皮脂共同组成,并且通常还含有细毛,这些与黑头粉刺的组成相同。 它们的主要差别在,黑头粉刺属,非发炎性搓疮,被视为皮肤异常状态。 而皮脂管司,则归类为皮肤正常现象,黑头粉刺具有,脂质被氧化后的,黑色角栓盖。 而皮脂管司,接触到空气的脂质,也会被氧化颜色加深,但不一定变黑色。 黑头粉刺往往会称大,毛孔结构。 皮脂管司,则基本不影响毛孔形状。 虽然二者被认定,一个正常,一个异常,但我们无法排除,由,正常变异常,皮脂管司演变成,黑头粉刺的可能。 所以,回归最初的主题,你,发起的粉刺,不是黑头粉刺,是皮脂管司。 又有什么关系? 重点在,皮脂管司的确造成皮肤外观上的不好看,尤其T字鼻头部位,加上无法排除,变成粉刺的可能性。 同样利用,相关的美容产品加以清除,有何不可呢? 虽然清完后,大约30天或更短时间内,皮脂管司就会重新恢复在线。 但是,只要能找到温和,且适合自身肤质的产品,经常使用,来保持毛孔的畅通,避免阻塞,引发痘痘,磋疮问题,何乐而不为呢? 感谢收看本集20理论系列。 如果喜欢本影片,请帮忙按赞,分享,订阅,加铃铛。 成功的配方来自20%的理论加上80%的实验。 现在理论已有,就等你去实现,专属你的美容保养配方。 记住,科学在于发现,不等于信仰,理论可以被改变。